哈囉,我是尼克老師 相信大家多少都會一些吉他的基本執法對不對 可是如果要問你 大概有幾種執法是華語流行樂不斷使用的 這時候大家可能就說不上來 到底總共有幾種 尼克老師在這部影片呢 幫大家整理六個流行樂很常用的執法 以及他能夠應用的情境 那這支影片你把它背下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無往不利用在很多的歌上囉 好,首先第一個 這大家一定會的 叫做T1213121 這個基本上很多流行歌的開頭都可以用 像是周興哲的怎麼了 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你說如果沒有愛那又如何 怎麼了 你怎麼了 好,這個非常常見 那我們直接進入到第二個 第二個呢 其實也跟第一個非常的相像 只是他的歌曲中大多數都是一個小節有兩和弦 所以我們需要把這個彈奏的模式呢 一分為二 好,比如說 C和弦跟G和弦 各彈一半 叫做T121 T121 這樣子 好 那 常見的例子有 比如說像五月前的知足 怎麼去擁有一道彩虹 怎麼去擁抱一夏天的風 你看他 T121 T換了和弦 再換 T121 換和弦 T121 換和弦 就一直換一直換 然後就彈T121 這樣就可以了 好,第三組呢 叫做T123121 但是你會注意到三後面有一個槓槓 這代表他被延長了一些 那讓這整個拍子呢 不是完全對等的 那你會聽起來有一種韻律感 像是這樣子 T123121 最為人熟知的歌曲 直接用這個指法的 比如說 張正月的愛我別走 我到了這個時候還是一樣 有沒有聽出來 1123121 叫人悲傷 我不敢想的太多 因為我一個人 真的整套都是T123121 所以這個也可以記下來 如果你彈第一組 一小節一和弦的狀況下 覺得有點無聊 不妨使用這個 它或許能帶給你多一點的律動 緊接著就來到第四組 還記得總共有幾組嗎 六組而已 所以我們已經KO一半了 第四種比較特別 他說我不要一次彈一根弦 我想要一次彈兩到三根弦 而且我一小節只彈四下 也就是一拍一下 比如說第一拍我要彈T以外 還要彈一跟二 這樣抓 那第二拍 第三拍 第四拍呢 也就是一跟二一起抓 這樣子 好總共是這樣子 T-EAR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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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像什麼 很像鋼琴對不對 很像鋼琴 一直按很多鍵的感覺 所以這就是模擬 用鋼琴伴奏為主的歌曲喔 比如說像是周杰倫的歌前 就為放晴的天空 依舊留著你的笑容 哭哭 卻無法掩埋前 很久 風箏在陰天擱淺 想念還在等待 久遠 波拉著弦 不是你給的溫柔 就像這種感覺囉 第五種 我們剛剛不管怎麼彈喔 我們的大拇指 T這個根音BASS 是不是除了彈在上面以外 剩下都彈下三弦 有些人會覺得 這樣彈有點太高音 太刺耳 所以他想說 我把這三根弦 往上移一條弦 然後再用它原本相對應的手指去彈奏 所以原本的T1、2、1、3、1、2、1 就會變成大拇指、大拇指、十指、大拇指、中指、大拇指、十指、大拇指 這很難喔 再聽一遍 下三根各往上一弦 並且改用它相對應的手指去彈 大、大、時、大、中、大、時、大 大、大、時、大、中、大、時、大 好 所以比如說我想彈溫柔一點的 像是周星哲的最後一堂課 那我就會這樣彈 這是最後的一刻 誰都要學的一刻 我們曾那麼光 再讓分開都不捨 要去的海的一色 徒留你遠徒跋涉 如果你哭了我會更捨不得 聽起來是不是整體又再更溫暖一些呢 yes 這就是第五種彈法 那為了區分第一個跟第二個大拇指不同呢 我們把第一個T改叫做根音Root的簡寫R 它就會變成RT1T2T1T 好是這樣子而來的 練習一下吧 最後第六種指法就是跟以往四四拍完全不同 它是適用於它自己這一種類型的歌曲叫做六八拍 那它的右手當然就是彈六下為一個循環 比如說RT121T RT121T 它適用的歌有很多 比如說行星啊 Perfect啊 莉莉安啊 當你老了啊 Can't Help Fall In Love啊 很多歌都是 它聽起來就是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所以比如說我們以莉莉安為例 TRT121T RT121T RT121T 在離家很遠的地方 有一片海灘 孤獨的人他就在海上 乘著船翻 如果你看到它 回到海岸 就請你告訴它 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LilyRT121 RT121T RT121T 好以上六種執法呢 可以帶你handle絕大多數的流行歌 那這支影片呢 請你反覆的觀看 讓你記起來這六種 那遇到歌的時候 你就有很豐富的資料庫可以應對囉 好我是尼克老師 今天的介紹到這邊 趕快去練習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